北戴河气氛诡异江泽民下落不明 中共高层的北戴河会议据传正在召开与往年相比 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因之前的诸多政治传言更添诡异气氛海外也流传诸多细节 然而传言中政治元老逼宫的主角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至今下落不明广告 中共党媒日前报道 62名专家学者在北戴河或高层接见 意味着中共高层一年一度的北戴河秘密会议 正在召开值得关注的是 今天的北戴河会议发生诸多部寻常事件 其一是此次接见专家学者的中共高层市中组部部长陈希和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外界 注意到这次接待专家学者的官员级别比习近平首任总书记时略低 当年是由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刘云山负责而两会 上阶替刘云山的中共新常委王滬宁没有露面 其二今年北戴河会议的保安比过去更严北戴河附近地区早已开始加强保安措施 每辆进入秦皇岛的汽车都要事先申请临时许可其三 港媒南华早报援引一名过去每年都在北戴河逗留数星期的消息人士的话透露 今年只有习近平的专列可以停在北戴河火车站一号月台 专列沿途每200米都设置了港少奇寺北戴河会期8月3日人民日报发文 再次对中共党员喊话要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等文章再次点 宁州永康薄熙来等六虎政治野心膨胀 搞阴谋活动并称中央果断铲除该利益集团 消除了重大政治隐患等其5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万字长文 评述中共十九代以来习近平推进前面深化改革的成绩文中39次提到习近平 这篇文章5日新华社也有报道央视新闻联播亦有节路播报 央视的头条5日还播了习近平的施政 由于北戴河前包括以江泽民为首的政治人老逼宫等政治传言分飞 喉舌媒体在北戴河会期就是重提 急密集报道习近平十九大以来政绩 被认为有配合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期间 讲话的意图北戴河会议剔开江泽民 按中共惯例北戴河会议除中共期常委外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政治局委员其他党政军高官以及中南海御用团队 国家科研专家和智库学者等军要参加 此次北戴河之行据称是由中共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一手 安排至于江泽民等中共元老尚无消息证实 已前往北戴河北戴河会议召开之际 习近平7月31日主持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 定下经济六万目标及审议 中共党员纪律立威 由美媒8月2日爆料说此次的政治局会议 可能就是在北戴河召开的知情人士 趁让人意外的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等前任常委 没有按惯例如期到达北戴河在这个期间 现任政治局常委门开闭门会主要议题 是意识形态这样的安排 自然让元老们失去参政的机会有分析 认为如果上述消息属实 不排除是习近平有意为之及故意 踢开江泽民防止其发出干政的杂音 由美媒引述中南海知情者 透露今年北戴河会议政治元老阵容比较齐全 但是他们不是来逼习下台 或者拿习试问的 其身份应该是何事老的角色 或者说为习站台更加准确知情者还披露 此前海外盛传的所谓北戴河会议将会出现逼宫 账变内斗等传闻 纯属谣习不但不会遭致声讨今年反而是习上任以来获得声援最多的一次 有北京不具名红二代说习近平掌握着军权反习势力 只能做点小动作造点小舆论 但凡不了大浪但习不会对留言听之认知 会想办法来对付那些高级黑他的人 他还说习近平最大的对手就是江泽民 曾庆红应该法办 不过先走哪一步 后走哪一步不好说 他直言习现在必须往前走 大幅度改革开放 而且不能退回去 往回走那都是死路搞个人独裁 也是死路 目前美中贸易战仍硝烟弥漫 北戴河会议正在召开面对着诸多困局 北京怎么走将是中国时局发展的重要看点